疫情開舖最大的挑戰就是裝修和物流 因為當時我們預計3月初開舖 但因為3月初已經第五波疫情 要配合政府很多突然的措施 很多我們已經預計好內地運下來的傢俬 全部都來不到香港 所以變成我們免租期之後的開舖日子 就要一拖再拖 第二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人流少了很多 我自己也不敢出街 我也很理解客人不想出街的原因 人流少了很多就對生意當然有很大的影響